欢迎来到今天的记者会 谈上的医生有卫生防护中心 潮人病处主任张竹军医生 还有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晚霞医生 两位医生会分别告诉我们确诊的个案 还有医管局的情况 张医生 大家好 昨天本地的阳性病例总数有1799期 包括642中直接经核酸检测的阳性病例 1157是核实了快速检测阳性的病例 有118中输入性的病例 其中81是经核酸检测直接阳性的病例 有37是快速测试阳性的病例 累积到现在第五波阳性的病例 1155万5246中 医管局今天没有重报新的死亡病例 请医管局的同事说说入院的情况 大家好 现实有601名确诊的病人留意 当中有99个是新确诊的病人 需要入住隔离设施的病人 201位入住隔离病房 18位入住二线隔离病房 185名病人在北大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当中 有83名是新增的确诊病例 昨天没有新的城邦严重或是危呆的病例 现在留意的确诊病人当中 有11名危呆 12个严重病人 其中3名危呆的病人 正在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 近期感染的病人都是病情比较轻微跟稳定的 住院的病人的数目 虽然比几个星期之前轻微上升 但是要住隔离病房情况严重或是危呆的 病人的数目但是没有大幅的上升 整体仍然在平稳的状态 过去一天没有新增的 新冠病人离世 118中数性病例中 包括62个是在机场找到的个案 有25号经16个航班抵港 有8个是6月24号 在4个航班抵港的人士 有53中是在检疫酒店期间找到的 3个已经离开了检疫酒店之后 找出的阳性病例 有一个是4T值比较高 应该是一个富阳的病例 还有两个是CT值比较低 在社区有活动应该是本地的病例 在院设有两个老人院设有新的病例 就是要其聊一样院其日间中心有两个院友 有两个工作人员 陆素确诊 我们正在调查应该有40多人人士需要接受检疫 另外一家是文化村美善长者之间 有一个业更的护理院确诊 有30多个院友加员工需要接受检疫 之前有爆发的富泰护理安老院 多了三个院友确诊 现在一共有10位院友跟5个工作人员确诊 学校方面今天是假期 但是有一些更新 司徒号中学武艺司徒号 在关堂之前有人确诊 那个班别需要停面授课程 3C班也有4个个案确诊 这一班一共有35人 暂时需要一个星期暂停面授课程 我们暂时没有发现3C跟2C有关联 我们会继续调查 盛世提反 提反书院之前有一个宿舍有病例需要检疫 现在另一个临状的就是女生方面的4楼的宿舍 有3个学生跟1个工作人员就是教师 好像射间确诊 在同一层有9个人包括同住的 同访的人是跟姐妹接触者需要接受检疫 那3个学生在4D班上课 另外有一个学生不是素幼 但是也感染了 所以4C班我们建议停课一个星期 变异病毒株方面 之前有一位住在屯门家财力 怀疑是BA.4.5的人 他的家人在检疫之中确诊 是一个相关的病例 另外怀疑BA.12.1的病例多了 11中包括两个 是在海港酒流用上的宿客 这个爆发 现在增多了3个病例 一共有36位人士 就是顾客还有4个姐妹接触者 另外 应该是38个顾客 4个姐妹接触者多了两位 其他的个案包括4个 傅康护理安老院的人士 3个 4个是相关的 3个是傅康护态安老院的院友 还有一个东玉院东立阁的相关人士 他就是住在那里 还有5个战士找不到源头的病例 分别住在香港 保马山道封灵格白富花园L座 九龙胜利道的凯旋居 大玉山的影万元的月涛宣 还有李顿山2B 李顿山 今天的报告就这么多 谢谢 在过去一天 有51名病人康复 当中有48名病人出院 第五波至今 有51643个病人康复 当中有51302名已经出院 在2020年初有64023个病人康复 63682名病人已经出院 另外没有病人 经入院筛查或是在院内检测 确诊或是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员工方面有24154个员工确诊 当中23921名已经回到了工作的岗位 威尔斯青王医院昨天临床 肿楼科男女混合的一个个案 今天再有一个护士跟一个服务助理 确诊他们的情况稳定 会继续跟卫生行户中心保持沟通 跟进最新的情况 现在是提问的时间 潜心指手 用我们给你的话筒发问 请先介绍你代表的机构 您好我是Nauda 想问一下威尔斯那边 昨天说有四个男病人和护士缺诊 今天多了一个护士 多了一个助理 想问医管局会评估 那个病房里面爆发的风险有多大呢 会不会整个病房的人都需要检疫 或是送去隔离中心隔离呢 会怎么处理安排他们呢 第二想问附态安老院 一直都有新的个案 会不会增加安老院 所有的员工跟住在哪里的长者 都送去检疫 还是留在安老院检疫 或是送去检疫中心处理呢 第三是海港九家和福泰安老院的关系 今天看到继续有新增的确诊个案 在这两个群组 可不可以更确定的找到两者的关系 有没有什么关联 他们的病毒株 有没有做过一些分析呢 是否相同的病毒株 关于威尔斯青黄医院的情况 我们调查了两宗个案 跟昨天的六宗个案的关联性 我们会继续做调查和感染追踪 病房呢 现在暂停接收信证 也暂停了探访的安排 我们也做了彻底的消毒和清洁 我们会继续密切监测 病人和员工的健康状况 我们会继续跟卫生防护中心 保持沟通和跟进最新的情况 福泰安老院 已经有一批人士送去检疫中心了 我们会观察 那些个案是否超出了我们检疫的范围 有需要会再进一步 需要检疫 我昨天可能讲过 在福泰安老院 有两位人士去过海港酒家吃饭 他们是分别17号和18号 18号开始不舒服 我们陆续看到福泰安老院的个案 最后浮现 所以也有机会 因为两个都是怀疑BA.2.1 2.1 虽然传基因分析还没有回来 但是也有机会是相关的个案 下一位 一边那位女士 你好 我是有心电视的 想问之前 现在的措施呢 是三个月内曾经染疫 就不需要再检疫 但是昨天福泰也有 院友是二次感染 那觉得有没有需要去检讨一下 现在的做法 去扩大检疫的范围呢 例如涉及不是BA.2.2的个案 是否不需要在以三个月内曾经有没有感染过 作为是否需要检疫的条件呢 尤其是现在安老院设是比较比较高风险的地方 会不会需要检讨一下现在的做法 今天上市提反宿舍的个案 他们的源头有没有调查得到呢 那几位学生是怎么传染的呢 上市提反的学生 我们暂时没有发现有相关的跟之前的个案 当然社区也有很多的个案 有机会是在社区再次感染 有不同的源头 然后进去宿舍里面 当然如果他们之间的个案是否有关系呢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找到福泰那个怀疑 再次感染的个案 是少数一般老人院的个案 我们都会看他的CT值 不是全部三个月内都一定说他是富洋的个案 这是其中一个个案我们发现到的 下一位 那位男士 我是明报的 首先想问一下福泰和海港这个群组 海港九家 昨天应该是想去检测的期限 那有多少人做了检测呢 海港九家初步调查现场环境如何呢 他们的通风措施怎么样 估计的传播途径是如何呢 现在除了昨天所提到的两名员工 和那个怀疑重复感染的人之外 福泰安老院现在总共有多少个个案是怀疑设计 B.A.2.1.2.1的呢 此外想问一下 盛世提反宿院 他们的宿舍总共 他的宿舍的规模是怎么样的 同层有多少人 他们的制度是怎么样的 他们是长期住在宿舍周末回家 他们住宿的频率是怎么样的 还有美国惠瑞和BNT和那个 出了这个疫苗的初步研究结果 说他们研制疫苗对B.A.1 以至B.A.4.5 都有一定的抗体的征服 想问你们的评估 香港是否需要引进这种疫苗呢 对于现在变种病毒的保护是否足够呢 海港九家的通风情况 要等相关的部门再看清楚 我暂时没有收到新的资料 今天有多三个B.A.2.1 B.A.2.1的个案是福泰护理案老院的 之前也有一些我们觉得可能其他的个案 都怀疑是B.A.2.1.2.1 上市提反的女生宿舍在四楼 总共有12位人士居住 现在有三个确诊人士 其他九位都需要接受检疫 宿舍是一般他们会居住在那里洗脚 等等 疫苗呢 疫苗方面我没有新的资料 这个香港有一个制度的 如果需要引入新的疫苗 有一个机制去监察的 下一位黑色衣服的女士 两位以上你好 我是01的 想问新增的两个院设 就是要去日间中心和文化村美上长者之家 吃诊的人是什么时候确诊的 他们打了多少针 也想问一下疫情的趋势 是否现在评估还是缓慢上升呢 因为看到今天的个案接近 可能差几十钟就接近两千了 明天会否打破二千呢 这个礼拜会继续这样增加上去吗 那两家院设 缺诊人士 文化村的人士 没有打针 而另外 那 在要齐 以养院计日间中心的四位 分别有三位是打了三针 有一位打了两针 他们都是今天曾报的 发病日期 都是 23至25号之间 文化村的那位 是25号 觉得不舒服 25号当天 就是昨天 快速检测阳性 现在的疫情是缓慢上升当中 当然也有机会 突破会有高一点的个案数字 下一位那边 那位男士 你好 我是AM730 刚才提到福泰安老院 说如果超出范围之后 可能 传院检疫 那可不可以多解释一下 那个程度是怎么样呢 还有 那十个病人 可不可以再澄清一下 他们发病的日期 是 何时呢 是在17 18之后吗 海港9家 的强制检测 昨天到期了 那最新的人士的资料数目是多少呢 还有学校方面 刚才提到上次提反 听得不是很清楚 是4C还是4D呢 那些人是原职检疫 还是回家检疫 最后 蓝田的那个学校 34和2C 初步调查不相关 他们是同城吗 有没有教师 是叫 同时叫两班的 是否很明显的 看到没有关联 甚至提反的女生宿舍 那几个个案 在 CD D4Doc CD也有另外一个学生 他们需要离开 宿舍检疫 如果回家 如果回家就要看家里的环境是否适合 否则就要去检疫中心 514号中学 我们初步问过 两班是没有什么相关的 当然我们也要 四字的再询问 福泰安老院 我知道大概是十七十八号之后开始不舒服的 但是详细的资料我没有在手头上 海港 他的强制检测令 还有35位暂时没有找到他们的记录 可能有些做完了还是在等结果 我们还是在跟踪他们 讲着没有用话筒 他们有几个楼层 我们要看个案 是不是全都是在 已经接受了检疫的地方 如果超除 就是有新的病例 在其他的楼层就多一点人接受检疫 我不太记得 好像是二楼跟四楼吧 下一位 没有其他提问 记者会现在完毕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